冰州首长曹官有指出 冰州供水机构已经租用了10个 容量为2万到3万公升的大型水槽 来应付供水的需求 曹官有今天到志愿消防队巡视准备工作后指出 34支志愿消防队和一支来自巴黎文达的志愿消防队 会加入行列协助分派水工给受影响的地区 冰州供水机构也会安排8辆水槽车 到医院和洗顺中心 确保在治水期间供水顺畅 他也提醒槟城人要提早储存足够的水 不要等到最后一刻